- 腦筋集轉彎第一集構思期間 因為背景架構之複雜、康復的期望之高 讓導演PickDotter焦頭爛額道 一度以為自己會被皮克斯開除 所幸經歷無數次的劇本修改 以及一次的森林漫步得到的啟示 PickDotter就將故事風格大轉彎 本來劇本是佐佐在腦內的冒險 展現奇特的世界觀 塞滿各種孩童像的笑料 後期就改為具有在Rally告別童年的轉變 變為更私密帶有豐沸情感 這也是為什麼腦筋集轉彎是一部大人看完會更感動的作品 故事中Rally的經歷正是每一個成年人都曾經經歷過的 第一集雖然看起來是以樂樂為主角 但其實更為深入的角色卻是悠悠 而如果要用一句話解釋第一集 其實就是釋放悲傷讓我們更加完整 悠悠讓我們學會在不完美中找到美好 第二集則是要告訴我們 我們的情緒每一種都是很重要的 沒有一種情緒應該被壓抑 除了Envy 我真的不知道他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這我們等一下再講好了 然後接下來有雷唷 腦筋集轉彎2跟前一集相隔了將近10年 不過故事中距離上一集只過了兩年的時間 滿13歲Rally得知她的好朋友不能跟她去同一所高中 在新學校可能會孤身一人 讓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焦慮 這讓青春期的身體變化錯步及防 大腦總部又迎來了一波革新 幾個新情緒阿嬌阿憲阿飛阿修就此登場 這幾種情緒顯然是孩童比較不會有的 因為他們都跟社交功能有關嘛 也就是進入青春期之後我們最重視的同彩關係 那為了應對生活巨大的變化 象徵著焦慮的阿嬌就強行接過了大腦總部的主導角色 把樂樂等情緒全部封印起來丟到倉庫中 他們也因此變成了壓抑情感 阿嬌一心只想確保Rally上高中之後可以交到好朋友 反而為她建立了很多會傷害她的價值觀 一步步導致Rally犯下嚴重的錯誤 在這次故事裡面就介紹了價值觀核心思想這個概念 同年的Rally為自己建立的核心思想是 我是一個好人 那這一切都是來自於家人朋友陪伴下的快樂回憶 讓他變成了一個重情義的人 但是重情義這個特質呢 在必須跟好朋友分開的時候 卻會帶給他很大的打擊 於是他的價值觀開始撼動 從曾經那個相信只要有家人朋友在身邊 生活就可以很快樂的小女孩 變成擔憂未來 為了不要落單不擇手段的輕少女 Rally 的社交焦慮在看的時候真的非常有感 青春期的時候最怕的就是被排擠沒有朋友嘛 你永遠會記得小時候分班的時候 要跟朋友分開時的那種焦慮感 還有來到了新班級 終於交到新朋友時的那種放心感嘛 小時候最怕的沒有別的 就是分組的時候 沒有人要跟你一組 那在看第二集的時候 我也發現自己能夠放更多同理在 Rally 身上 我們會發自內心替他捏把冷汗 什麼你真的不選跟閨蜜同一隊嗎 這樣絕對會絕交吧 為什麼不能夠講真心話分享你喜歡的樂團咧 學姐們應該不至於因為這樣就排擠你吧 比賽的時候在急著表現自己只會被討厭吧 等等的 那在看電影的過程中好幾度都對 Rally 的抉擇感到很緊張 因為很明顯都是有點笨的選擇 但之後呢也馬上意識到 我之所以知道 Rally 的行為很蠢 是因為自己也蠢過啊 青少年就是世上最蠢的生物 唯有時間的推移 經驗值的累積 不斷重新認識自己 才能夠找到最舒服 最適合自己的 應對這個世界的方式 第二節指導筒 從Pigdott 交到 Kelsey Mann 身上 描繪人類唯妙情感的功夫依然不減 講句成槍爛掉的呢 就是有達到 皮克斯 應有的水準 回到價值觀的部分 Rally 在阿嬌的一波操作之下呢 核心思想徹底被重建 從本來的我是個好人 變成了我不夠好 看到這邊是有一點心疼的 因為這真的是 每個人心中都出現過的聲音 甚至是一直都存在的聲音 故事於是回到了本集 看似是反派 其實是主角的情緒 阿嬌身上 就算強勢的佔據了Rally 的大腦 不斷給予她壓力 她其實也只是想要保護Rally 而已 阿嬌的暴走 阿菲的出現呢 其實都只是自我防衛機 機制的行程 因為不想要受到更多的傷害 所以嘗試控制未來 因為不想要當被傷害的那個 所以表現得毫不在乎 這些也是人人都有過的經歷 但是人生多變阿 我們不可能永遠避免壞事發生 也不可能一直假裝不在乎 所以想習得 遇到任何困難 都可以鼓起勇氣應對的能力 該怎麼做呢 這也是腦筋急轉彎2 嘗試告訴我們的事情 首先我們要好好地認識自己每一種情緒 好好地面對人生中犯下的每一個錯誤 是的 我們偶爾很自私 但我們還是願意在見到他人有困難時伸出援手 我們有時候很壞心眼 但也會因此感到內疚 我們確實都不夠好 但我們正努力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我們的情緒不能夠代表我們自己 情緒就像是一般一般從大腦經過的列車 我們不應該抓著某一種情緒不放 只要情緒暢通無阻 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功用 也幾乎可以說沒有壞的情緒 就連看似負面的焦慮的存在 也是為了驅動Rally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這次故事除了介紹新情緒還有核心裡面的行程 也增加了新的腦內場景 像是封存黑暗秘密的金戶 堆疊樂樂認為沒有幫助的尷尬回憶的大腦後方 都還算蠻有趣的 但世界觀的發揮空間上 比較不如第一集多彩歡樂的感覺 這一集發生在腦內的場景都略顯身去缺缺 但這也蠻合理的 因為Rally正在經歷尷尬又難受的 青春期嘛 根本沒有時間想學校以外的事情 那設定上呢 腦內世界本來就會在Rally心情不好的時候比較暗淡 這一集整體畫面確實看起來比上一集暗了一些 那新添加的設定中呢 我比較喜歡的是諷刺鼓 只要Rally在現實生活中說了什麼諷刺的話 就會形成一個腦內世界的大斷層 造成資訊的錯亂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話說不知道大家身邊有沒有那種講話一直很諷刺 很愛開那種諷刺的玩笑 不管適不適當 他們都要一直開玩笑 用很幽默的方式去包裝他們的 尖酸刻薄的那種人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呢 就覺得這種人應該很需要被關心 也許他們腦內也有一部分的壓抑情緒吧 讓他們只能用諷刺和玩笑的方式 假裝自己什麼都不在意 這集故事中的幾個心情緒我都蠻喜歡的 就只有阿倩 我有時候真的不知道他是來幹嘛的 應該說我可以理解他來幹嘛 但是我看完真的不懂 他到底是來幹嘛 從頭到尾都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 除了當阿嬌的硬生蟲之外呢 跟其他幾個情緒也沒有什麼火花 沒有一個讓人有印象點的地方 就是真的長得蠻可愛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戲份有哪裡被刪減到 覺得很少在皮克斯電影中看到這種 籠原類型的角色 算是這部電影中少數明顯的缺點 其他部分我都蠻喜歡的 真的很難得有一部皮克斯續集 是看完之後 讓你覺得是真的非常有存在的必要性的 青春期的大腦呢 其實要發揮的話 應該還是有很多發揮空間 像是腦內也在搞社交小圈圈啊 戀愛島裡面都是花美男 或是容貌焦慮島裡面都是化妝品什麼的 就可以變得很搞笑娛樂的風格 但是皮克斯選擇還是聚焦在Rally的成長 他經歷的困境 還是非常私密的一個體驗 就讓一部原來可能只是好看的電影 變成一部看完久久不能忘懷很感動的電影 所以腦筋急轉彎2呢 整體來說算是一個皮克斯的榮耀回歸 感謝你看到這邊 歡迎分享你看完腦筋急轉彎2的感想 跟第一集比起來你比較喜歡哪一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